家里如果有比较年长的长辈 或者是在看电视广告的时候 偶尔会出现全省跑透透 全省门市街友贩售等等的台词 不过实际上这样的用词 早从1979年开始 就无法包含到台北市跟高雄市 到了今天 在台湾本岛上 甚至出现一个完全无法跟台湾省 其他县市已陆路相连的基隆市 比方说要从新竹到基隆 就一定会经过不属于台湾省的桃园市跟新北市 这样的现象在地理上面 被赋予非地的专有名词 所以除了基隆之外 台湾还有哪些非地的存在 非地基本上是人为造成的地理现象 又可以分为内非地跟外非地两种 内非地指的是一个行政区 被另外一个同阶级的行政区完全包围 比方说全世界最小的国家梵蒂冈 被另外一个国家意大利完全包围 因此会认定梵蒂冈是意大利的内非地 至于外非地 则是指同一个行政区之间 被其他同阶级的给完全切割开来 像是俄罗斯的加里宁格勒 被波兰跟立陶宛包围 跟俄罗斯本土没办法以陆路的方式直接连结 又或者像是阿拉斯加跟美国本土之间 还隔着一个加拿大 所以把这样的概念放到台湾 被新北市完全包围的台北市 毫无疑问的就是新北市的内非地 而嘉义市被嘉义县完全包围 因此也是嘉义县的内非地 而在2010年五都升格之后 原本隶属于台湾省的台北县 独立成跟台湾省同位阶的新北市 造成一旁的基隆市 变成台湾省的外非地 只不过因为省这样的行政区化 早就已经虚极化 平常在写地址的时候也不会特别写出台湾省 所以这样的非地现象比较少被提出来 但是把层级从县市往下缩到乡镇的话 那台湾其实有着非常多的非地 包含到之前一条路宽的乡镇 影片里面提到的 国民政府在早年用着改善原住民生活的名义 将不少的原住民部落从深山前去至平地之后 又为了要维持原住民跟汉人分别治理的制度 在这些汉人为主的乡镇里面 独立出归属原住民乡镇辖管的行政区 比如台东县金峰乡的正兴村跟丙茂村 四周被太马里乡给包围 这两个村除了是太马里乡的内非地之外 又同时是金峰乡的外非地 而早在金峰乡的正兴村跟丙茂村迁移之前 屏东就有好几个深山的原住民部落 陆续迁移到平地 把时间挽回推到日本时代 当时的爱辽西离开三地门山区之后 冲击山的范围涵盖屏东平原的北半边 各条支流就像散乱的头发一样 内谱、长治、陵洛等等地区的土地 也因为爱辽西的支流经常泛滥而难以利用 于是日本政府决定新建堤防 把爱辽西往北导流到高平溪 在这项工程完成之后 许多原本是河道的土地变成新生的荒地 其中最大块的就是以往爱辽西主流会经过 位在内谱跟长治交界上的狭长区域 起先日本政府是规划成糖厂的农场用地 希望由浅山的原住民来做开墾 同时将深山的原住民迁居到浅山地带 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日本战败之后 国民政府将这块土地主要移交给国防部 让军队进入开墾 不过随着1951年 一连串跟原住民有关的法令通过之后 确立了国民政府将深山原住民 迁居到交通便利地点的政策方向 于是台湾省政府跟国防部进行协调 希望把原本爱辽西河道的土地 变更回原住民的开墾区 让屏东县内八个原住民乡的居民 可以迁移到这边 成为政府改善原住民生活的示范地 于是管理单位再次转移 从国防部改成了屏东县政府 可是随着原住民陆续迁入 屏东县政府最开始 却是想要把行政区划给内补乡 这个原因也很简单 因为有将近80%的面积 是坐落在内补乡境内 而内补乡公所也直接以 裁员不足作为理由反对 最后讨论的结果是将行政区 划给最为邻近的原住民乡 马家乡来做管理 并且新成立三河村 就此成为马家乡的飞地 值得一提的是 三河村境内因为聚集了当时屏东县境内 八个原住民乡的居民 在族裔的组成方面 租了马家乡大宗的排湾族之外 还有卢凯族的原住民生活在这边 形成另外一个民族飞地的现象 而马家乡不只有三河村这个外飞地 同时还有着内飞地在马家乡的境内 也就是雾台乡的好茶村 好茶部落历经了两次的大规模千村 在1980年代 当时的台湾省政府认为旧好茶部落的交通不便 再加上地形不适合居住 集体千村到南爱辽西跟好茶西的河口河街地上 去了新好茶的汉民 不过从1996年的赫博台风开始 就陆续有土石崩塌到新好茶部落里面 而连外道路的桥梁也多次遭到大水冲毁 最后在2009年的莫拉克台风之后 新好茶部落完全遭到土石掩埋 只剩下原本位置就比较高的教会得以信免 只能再次千村到马家乡里那里 就此成为雾台乡的外飞地 同样在这个时期产生的飞地 不只有好茶村而已 还包含到千千影片提到的雾台乡百合部落 来意乡南岸农场 泰武乡乌拉鲁兹 而三地门乡更是有两块 坐落在不同乡镇的外飞地 分别是马家乡跟内部乡交界上的新大社 以及长治乡境内的百合部落 跟原住民有关的飞地 还有隔壁高雄市桃园区的剑山里 有一个说法是当初为了新建宝来腾之缆车 由于跨过原住民保留地会造成开发上的阻碍 就干脆把沿途的原住民保留地全部解编 于是原本跟桃园乡相连的剑山村 中间的区块更改行政区 改立属于不是原住民乡的六归乡 就可以避开原住民保留区的相关争议 不过这样的说法似乎存在着疑点 原因在于剑山村跟宝来腾之缆车 完全是反方向 周边的土地有没有解编 应该不会造成任何影响 而剑山本身也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结束后的1950年代 就已经从更深山的玉碎山一带迁移过来 远早于保来腾之缆车计划出现的2005年 在当时的时空背景之下 应该也是跟前面提到的金峰乡 振兴村还有宾茂村一样 直接在六归乡里 划设桃园乡的外飞地 跟缆车的计划可能没有什么关联性 最后一个乡镇层级的外飞地 则是要回到屏东县 只不过这次画设外飞地的却不是原住民乡 而且在多数的地图上都不会记录这个部分 春日乡春日部落的北侧 有一块隶属于隔壁仿窑乡的辖区 如果打开街景图来看的话 会发现这里就是个很普通的果园而已 只有不到五间的铁皮屋 完全不是任何的聚落 地级土里面也很贴切的给了非地段 这样的土地地段 至于它的来历 甚至神秘到访疗乡公所 跟春日乡公所都没有相关的记载 撇开行政区化的部分 其实有不少的乡镇 在交通上是必须要跨越到其他的乡镇 才能够往来 比方说台中市乌日区的西纬地区 在2016年跨越大渡西的西纬大桥通车之前 要往来乡日 一定得要过近隔壁的彰化县分圆乡或彰化市 就连电话号码都是被分配在旁边的南头县 要拨电话到台中市的话 反而还要被视为长途电话 不过因为行政区还是有相连 所以西纬地区并不会被当作是乡日的非地 如果把尺度再缩小到春里等级的话 台湾还有着更多非地的案例 不过他们的来游就更难考究了 如果你知道其他的非地 或者是他们的行程原因的话 都可以在留言区一起讨论 也别忘记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并且把影片分享出去 让更多朋友知道这些有趣的乡镇区话 那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 by bwd6 by bwd6